大家好,我是分子转入共振系统 分子标靶软体的发明人胡友林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患者说火气大 我们就会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火气大呢? 病人的回答通常是因为出现了下列症状 如口臭口苦,口干舌燥,口腔溃疡,牙龈腐肿 事实上,患有其他疾病也可能出现上述症状 我们将分两集来谈火气大的问题 这一集的主题就先谈谈患者经常说的火气大 我们将火气大大致区分成七种类型 第一型,为火赤肾,热血侵犯胃腐 或因平日喜欢喝酒,吃辛辣的食物 或洗食油腻的海鲜和肉而助火生乐 导致口干舌燥,大便避洁,胃气上腻,引起口臭 这时我们就可以使用黄年解毒汤一张 跟便秘方二号一张 从复方药材的M点选黄年解毒汤一张 以及从百朝方点选便秘方二号一张 这就是用来处理为火赤肾,热血侵犯胃腐所造成的口臭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型 第二型因情绪压力熬夜而导致 心火上沿引起口渴 牙龈腐肿,牙龈出血,口舌身疮,溃疡 这时就可以使用生莲汤两张 生莲汤在百朝方 点选两张 这就是因为情绪压力熬夜而导致心火上沿 所引起的火气大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型 第三型则是由于心火 遗乐于小肠 导致小肠的功能紊乱 出现小便短次灼热的症状时 可以使用尿道炎方两张 尿道炎方在复方药材的B选呢? 尿道炎方点选两张 这是心火遗乐于小肠 所造成的火气大 注意哦 如果说第二型跟第三型同时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同时使用生莲汤两张 这个是第二型跟第三型同时发生的时候 所使用的方案各两张 再来我们看第四型 第四型有脾胃失了 大便前硬后软 注意大便是前硬后软 牙龙腹肠口臭 这时可以使用甘露影一张或是两张 甘露影是在S 甘露影我们可以点选一至二张 就看你们的症状 如果是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就选两张 好再看第五型 第五型食肌 因为饮食不当 导致消化系统功能问乱 而引起的腹脏不舒 食欲不振 耳心呕吐打嗝口臭 这时候就要用腹脏方二号 它的特别特别呈现的症状 除了我们平常会有的口臭以外 还会很明显的有腹脏的情形 所以要用腹脏方一号 腹脏方一号在百朝方 我们点B找F 腹脏方一号可以选用两张 好再看第六型 第六型呢 是因为免疫系统紊乱 平日因为熬夜过度疲劳 导致免疫系统下降 而出现口腔溃疡 牙龈腐肿 牙龈出血 口臭等症状 因为是免疫系统紊乱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使用免疫方三号一张 在百朝方找到免疫方三号 好选一张 然后呢可以加单方的黄渤 好找赫 我们找到单方的黄渤 可以选用二至三张 我们就看症状来选择他的张数 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以用到三张 那情形是可以忍受的 你只需要用到两张就行了 要注意 第六型跟第二型的生年汤症很类似 大家就可以用会不会口渴来做判断 那生年汤症的患者普遍容易感到口渴 也比较容易感到烦躁 这是生年汤症的患者 那第六型免疫系统温乱的患者 虽然也会因为熬夜过度疲劳 但是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 容易感到口渴烦躁的情形 再来我们看第七型 第七型 肝木饭胃 受到外界的压力刺激打击 而引起情绪的起伏 造成肝气愈结 育而化火导致肝炕 目望克皮土 所以会有口苦、腌肝、口臭 胸鞋满闷的现象 这时就可以使用小柴胡汤 好小柴胡汤在百朝方 小柴胡汤我们可以用两张 当有肝木范胃的情形时 我们还要再做一下区分 你如果说是刚好又有腹脏器 胃酸过多、胃食到逆流 那么就直接使用溃疡方 好我们了解了以上七种类型后 可以发现火器大所呈现的症状 几乎都会出现口臭、口腔溃疡 牙龈腐肘等口腔内的炎症 但因为致阴不同 因此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案 临床上我们也会发现 有跨不同类型的患者 有时候会合用载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做调整 我还是建议大家 载体的选用避免 闸 仔细看过上述七个类型 选择最符合目前症状的专案 先使用一天 如果完全没有缓解 才更改专案 每日使用的时间 如果是使用专机 可以直接设定12个小时 休息4到6小时后再循环 有些学员只间隔两个小时 这样可以缓解较快 时间可以弹性 但一定要休息 休息的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 能够恢复自我启动修复的机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百朝英和策略联盟的讲师通试课程 已经开始报名了 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